去上海 不愛我了 我被請歌 用我手機拍 然後這個有多大 到了 耶 上海的 時間真的好快喔 兩小時 我們現在要去通關 然後等一下拿行李 肚子好餓喔 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心得是其實很多地方 他們都有自己的這種地圖APP的 就是地圖定位的APP 像韓國啊 然後還有大陸這邊都是 那我們就是要下載這個高德地圖 好像可以有打車 就他們搭車 然後還可以有路線規劃 跟那種就是餐廳介紹 好 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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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我們今天的飯店啦 哇 沒錯 前遠東飯店 然後現在叫做 Apartment 超級可愛的 哇 進來了 哇 我媽在房間啦 我媽在房間啦 好可愛喔 哇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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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發 然後這整個線條裝飾呢 還放一本書 整個裡面有味道 來 陽台 好美喔 好美喔 整個光線非常的好 非常的 很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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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們進來 這個叫次卧 因為它沒有 它很有廁所 這邊是很漂亮的衣櫃 我覺得他們任務 你知道白夜窗衣櫃 真的是 很讚 欸 我要走這裡啊 對不起 打擾 打擾了 好的 然後 房 床也很大 這邊的廁所 因為是主臥 所以它還有一個廁所 在這裡 唯一的小缺點 我覺得小缺點 就是這間飯店呢 它沒有浴缸 沒有浴缸 沒有浴缸 然後沒有泥池 所以 小朋友這次就不能玩雪 但沒關係沒關係 空間很充足 然後 房間的感覺給人都非常非常的好 陽光啊 採光 我覺得都很棒 而且其實本來是三點才能入住 它也是提早就讓我們 就是先放行李 然後先進來 我們等一下可以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 準備可以去我們 跑其他行程 啊 飯店好棒喔 你又開始跳了 好 麻煩你跳這間飯 這間不是我們住的 嗯 OK 剛剛呢 在飯店大概 就是想說小小的 整理一下 休息一下 說不知道啊哈哈 休息了一個小時 真的好會摸不愧是我本人 然後呢 現在就是出來覓食 吃點東西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要往我們的外灘前進 你們看到遙遠的那一頭 有小小的明珠 你們看得到嗎 明珠 OK看不到沒關係 我們往前走 我們的第一餐 非常非常觀光客的是 designing moved them 然後小朋友就在這邊 完全沒有連個觀點炸豬排 沒 Вид 好惡好惡 大家怎麼在這裡 好躁好惡 衡 噼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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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爾 我們剛剛有沒有以為 這個是東方明珠 沒有 它是看板 這個才是 我剛其實錄影它背光 我還以為是東方明珠 好笑 來了來了 耶 欸是不得不說喔 這條路喔 乍看現在要說很近很近很近 走起來 挺久的耶 你看看 它累了它累了 弟弟你怎麼了 蛤你怎麼了 蛤 蛤 你怎麼了 你要幹嘛 你要違反店喔 然後 哥哥根本連來都還沒有來 欸 哥哥咧 我大兒子 大兒子呢 走不動了 走不動了 好好笑喔 奇怪 怎麼會這樣呢 不是很耐走的一家人嗎 東方明珠啊 各位 今天 我們大家車來的時候 載我們的那個 開車的司機 他們這邊叫師傅嘛 我說 啊 這一棟 最高的 好 我爸就說 嗨 旁邊那一棟造型很特別 他說 那是日本人蓋的 OK 結束這個話題 最會畫上句點的男子 喔 現在真的是 太陽非常打熱死小孩子 就是看到那個飲料車 就是不停的買 不停的買 好神奇喔 樓梯的地方 這種 有樓梯的地方 一定會有尿燒味 好濃 這是一個 勸大家不要生小孩的影片嘛 來 跟你們說 很想講 欸 帶小孩出國喔 小孩會不會鬧脾氣 會啊 就像現在這樣子啊 他一直叫我不要再拍影片跟拍照片 他說他不愛我了 我被請了 好 那我們走啦 走走走 要去哪裡 我去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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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呢 你呢 我想去坐 阿你不是已經走不動了嗎 我跟你們竟然都要去坐 還有兩個老人接啊 怎麼回事 我不是來育園的嗎 怎麼育園反而還沒進去 你呢 石屋大戰僵屍卻開始要買了 蛤 石屋大戰僵屍卻開始要買了 蛤 石屋大戰僵屍裡面 石屍王牙很像馬力 哦 真的蠻像的耶 然後我就喜歡這隻 哥哥就買這隻 然後你喜歡這隻喔 哥哥呢 你喜歡這隻喔 哥哥呢 你要那一組 還是就是這一組 然後你們兩個一起玩 為什麼 我要告訴大家 我買玩具的心情 雖然真正的玉圓光了 但是玉圓的商城還開著 不瞞各位所說 我兩次來育園 欸 刀妹有進去觀察育園 刀妹有進去觀想育園 哇 好像都是在這邊吃東西而已 嗨 我第一次還以為我真的就已經進育園了呢 嗯 喔 居然有玩具店 但是我想應該是不需要囉 因為他們現在身心靈富足 欸 等一下那位爸爸你走進去幹什麼啊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我先心中有多雀躍 總之就是 我以前非常喜歡的一家店 叫做 周黑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他 喔 我們找到了 我今天晚上就是他 我外帶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回去吃 好開心喔 要吃什麼的 要吃什麼的 唉 舌頭 舌頭 舌頭一定要 然後 舌頭雞脖這個組合 這個組合一定要 我們剛剛走一走走一走 真的是有一點點太累了 我們就 經過一家熱炒店我們就走進來了 很明顯沒有在挑 就是看到很多人在吃我們就進來了 嗯 來跟你們說一下 這個叫做 肉絲炒蛋飯 你看他們很特別 他們是白飯煮完之後 然後把肉絲跟蛋炒完蓋上去 他不是那種把 跟飯炒在一起的 然後剛剛這個白菜 小白菜我覺得就普普啦 但那個回鍋肉還不錯 20 20 好瑞好瑞 好瑞好瑞 第二天的早晨 早安 我們今天呢 是來到了 迪士尼 沒錯 據說暑假人很多 呃 很多人會不停的插隊 很小沒有什麼好掛 講中文沒有什麼氛圍的 上海迪士尼 沒錯 就是這個樣子 不管大家再怎麼 阻止你 你沒去過 你就是要去一次 再成為那個阻止大家一起去的人 沒有啦 我覺得還好啊 上次我去香港我也覺得還不錯 我可能是一個 極度容易滿足的人 我就是感受那個氛圍氛圍 到時候再來 呃 分享給大家 到底我們今天感覺怎麼樣 感覺又是一個 一定會曬黑的日子呢 完蛋了 我們大概8點40左右到這邊 然後現在是9點30 9點40分 從入口走到安檢 過完安檢 排隊過安檢 然後再排隊入園 1小時 好久啊 好熱啊 哦原來 胡迪牛仔嘉年華 其實它這個就是很像 日本東京杯面的那個設施 就有一個前面有一個人在帶你這個 還蠻好玩的我記得 那時候玩的時候 日本也是非常受歡迎 難怪這個大家都會推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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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倆今天一車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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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Nemo Nemo沒有 Nemo舉手 好沒聽到我講話 阿公 我今天呢 跟范哥為一車 阿公 阿公 請車上有客 不要吃東西 謝謝 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 哥哥 哥哥 好玩嗎 好玩 我跟阿公 一個好玩 結果被撞到這 喔 被甩出去喔 阿公 覺得好玩嗎 哈哈哈哈 啊 前面有表演 哇 可以看去前面 去前面被灑水 可以我們去前面被灑水 夏天好需要喔 挺可愛的 挺可愛的 啊 啊 挺可愛的 真是玩得太高興了 啊 啊 你馬上就要到家了 趕快收拾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可能 我看你們失掉 哈哈哈哈 這個巧克力好濕喔 居然碰到杯麵 但要回家了 杯麵 拜拜 要等一點 杯麵去吃飯了 那什麼臉 哇 冰淇淋 還有披薩耶 好可愛喔 好 給你給你給你 好 你給弟弟啊 他不要啊 因為神經不愛喔 我小時候最愛這種櫻桃了 這種充滿色素的櫻桃 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糖老鴨餐廳裡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 整個上海迪士尼裡面 最有迪士尼風味的地方 他剛剛那個店員的講話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的溫柔 然後非常的有活力 我媽就這樣看著他很感動說 好想跟他說 你真的是最有熱情的人 這家餐廳不錯 剛剛呢我們已經吃完飯了 然後大概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們上菜速度蠻快的 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 我們11點就進去 然後這邊的遊行時間 剛好是12點15分 所以我們吃完飯 就馬上過來這邊 接著看遊行 這個時間掌控的可真好 我們都可以找到 對 我們有很多時間掌控的嗎 我們都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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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都可以找到 對 PG I feel like the world is finally swaying in the sunshine Oh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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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ooking so fine Divine feels us loving the Provence Where the evening walks the fireflies 他們遊行的人真的好偉大 他們汗真的是滴到不行好辛苦 然後那個衣服看起來就是極度不透風 Respect respect ok 總之我們現在呢就是到達加勒比海道這邊 我覺得他那邊的排隊空間算是蠻友善的 就是有陰影然後都會有風 只是當然就是排酒的心情還是會有點差 OK沒關係我們用那個快速度彎 這個快速度彎是一個人180塊人民幣 就一樣你們再自己評估一下到底有沒有需要囉 喔有冷氣天堂 出發囉 哇 人多必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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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們現在就去搶Divine出次的承諾寶藏 對 一直在說的 其實是你們 嚇死吧 感動 阿翔緊張 過 過 好玩嗎 好玩喔 好玩喔 欸欸欸 欸欸 喜歡嗎 喜歡喔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耶 我覺得這個比剛剛那個 福地那個還要再更好玩 大家如果要排隊一定要排這個 然後如果假設要買快速通關 這裡也不能漏掉好不好 加勒比海盜的 跟你們分享一個我覺得就是 上海迪士尼裡面最奇葩的一個遊樂設施 就是這個這個是划船 沒錯就是划船 就是你上船之後你就拿著這個獎 開始划船就這樣 就到到了之後就結束了 沒有什麼炮彈沒有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 你看他們那邊剛出發 開始要滑囉 他們接下來要滑到這裡 喔天啊 這我真的是勸退各位 上海迪士尼加勒比海館特有小龍蝦份 每一個人經過都說 小龍蝦份的爆米花耶 可見他們也很驚訝 欸小龍蝦味耶 這邊人真的好喜歡小龍蝦喔 什麼都會有小龍蝦 再結束了一系列的就是 遊戲時間 說什麼一系列其實也沒有 就是早上一個晚上一個這樣子 因為就是 上海迪士尼人真的 比預料中的多蠻多的 但沒關係我們還是玩到兩個設施 現在呢是一個我們個人拍攝的時間 因為孩子不停的吵吵鬧鬧 然後那個老父老母也是 一副就是要種植不要脫學的樣子 就趕快把他們就是先安置在樹蔭下 也不是送到星巴克 總之呢就讓他們先休息 然後現在目前 咱們兩人 我們兩個現在要來拍照啦 拍照啦各位 我剛剛看到那個 這都烏龜叫什麼啊 反正他就是有夠可愛的啦 我等一下去買包他的紀念品 下屎人 順便跟你們介紹一下就是呢 其實在上海迪士尼有很多這樣子幫忙 這樣是踢著一個小新女生的攝影師 然後你是可以直接請他們付費幫你拍照 他們會有非常非常多指令跟動作 然後你就可以跟著一起坐 來我示範給你們看喔 有沒有 他講手指城堡的時候 你就跟著手指城堡 然後你就看他在哪裡取景 你就跟著差不多蹲下來 來 好來回頭看我 回頭看我 回頭 回頭 對 很怕可以可以可以 他就笑一個了 來 一二三頭 要回家啦 現在時間是三點多 有點早 但是因為天氣熱嘛 這樣帶著小孩又老人 所以其實差不多差不多 我們已經要回去了 哥哥 上海迪士尼好玩嗎 好玩 好玩 你喜歡哪個設施 加勒比海 那個加勒比海道比較好玩 還是上次那個鋼鐵人好玩 好玩 都好玩是不是 對啊 都好玩 所以其實上海迪士尼還是很不錯的喔 OK 雖然今天是白天 但是呢 我等等很可能不會再錄任何的影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要再繼續錄嗎 我剛剛就是呈現罷工宣言 就居然被自己的兒子問說為什麼 總之今天很開心 我覺得今天天氣雖然熱 但是因為今天的雲很厚 就是今天的雲都是這種 就是很厚很可以遮太陽的 但是同時呢 又還有藍天 所以我覺得今天天氣算是 TING PERFECT 然後等一下回飯店休息一下 再看看晚餐吃什麼吧 好 結束迪士尼之後 回去飯店休息一下 睡著 手抓飯 怎麼樣 好 現在去新天地走一走 蠻多人的耶 蠻重的耶 蠻重的耶 這是那個啊 西城旅喔 蛤 那人是 那有在拍我嗎 有啊 小好可愛的掃地車喔 很酷耶 你看比一般的那個 轎車都還小 有點 應該是摩托車那種感覺 自從有人跟我說 上海有Shake Shake之後 我就心癢難耐 結果一出來 從飯店一出來發現 欸隔壁房間門口 居然也有一袋 我們今天就決定 來這邊看一看 這邊看來新天地 欸給你們看這個價格 欸一杯奶昔 要快兩百塊耶 而且還有上海限定口味喔 現打香草奶昔混合桑勝黑莓 和桂花的綜合果醬 搭配綿密奶油 桂花碎 黃油酥餅 酥餅脆 欸 46塊 好 我不會點 我還是要巧克力 我覺得 這邊的氛圍很棒 上一次來的時候 也有在這邊走一走 那一次是白天 白天的時候走也覺得 欸那種 街道阿 然後 兩旁的樹阿 整體的氛圍就是很悠閒 很喜歡那種感覺 就覺得欸 其實到城市旅遊的話 我們在他們的小街上走走 好像還不賴 這次就想說 好 那我們晚上再來一下 嗯 晚上的氛圍跟白天不太一樣 但是一樣 很讓人感到喜歡耶 欸 おしゃれ的感覺 時髦時髦 今天晚上帶一個上海菜 就是那種 餐廳 用餐 人走比較這種 現代時髦一點點 就是很多搭配一些 紅酒白酒的餐廳 然後有這種霧天的空間 是不是一種 おしゃれ的感覺 剛好另外一道菜來了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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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怎麼會去接 哇 這個是那個叫什麼 就是鴨血酸菜 我就是看這種鴨血酸菜 會沒有抵抗力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 你知道到上海吃東西 就是要吃點這種鹹鹹的 顏色很重的這種 這種菜 超燙的 對啊 辛香雞對焦比較慢 這個菜也很好吃 然後我們剛剛吃這個 就是 呃 鴨血酸菜類的 我個人覺得很不錯 嗯 我們這一餐呢 我們就是這樣 先點個四道 因為我們剛剛還先去 Shake Shake吃了一些東西 所以 這邊要吃一點太多 啊還有一個小朋友的炒飯 大家看起來感覺好像等一下會吃不下 好好吃喔 吃肉 吃肉 OK吃完飯了 非常飽 奇怪 我不是吃點四道菜嗎 然後 飯跟炒飯 怎麼那麼飽 飽死了 飽死了 真的好飽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肉很像那個 珍寶的摩卡排骨那個醬的感覺 還不錯吃 就是一下人本來想說不要吃太飽 結果還是吃到一個就是撐到不行 兒子現在嚷嚷在回飯店 就是 拉屎的狀態這樣子 OK 啊對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得 我其實這一次呢 就是 爬了一些 小 攻略 就是有關上海 離世女的小攻略 我看那一篇然後再加上自己今天親身體驗之後 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們一般都是 比方八點半開園 我們就是八點半到嘛 準備入場 可是呢可能因為大家也都是這樣子的想法 以至於其實八點半要入場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塞的 雖然我們今天塞了一個小時才進去 後來呢我就看到一個攻略是說 叫大家不要急 大家就是一樣睡到舒舒服服的 十一點多到 到了之後呢 你們就玩玩到晚上八九點 就不只可以看得到煙壺 然後還可以看得到遊戲 然後該想玩想玩的遊戲很多到晚上 也沒那麼多人 所以後來我今天在體驗了一整天 八點半然後到下午三四點離開 我突然覺得 其實如果大家時間充裕的話 我覺得十二點 就是比方十一點多十二點到 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就這邊分享給大家 好了 今天真的是太充實了 而且我們又曬上了 不是才剛保濕好 沒關係 我有Upvita的面膜 不是置入 不是業配 是我之前團購的產品 我這次有帶來一副 還好我這次帶很多包 不要擔心 OK 那這樣子囉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你想回半斤幹嘛 拉絲 My name is Romeo 今天是2023年8月10號 我今天要錄影 Are you cute or ugly? 3點現在我要開始錄影 1. Are you cute or ugly? I'm cute Am I stupid or smart? You're smart 第三天的早上 大家早安 今天睡得非常非常飽 多飽 睡到十一點多 今天就是一個 遊走上海 都市的一日 吃東西逛逛街 這樣子感受一下 當地這種 街道的風情 是我今日的重點 先不要拉我的手 你不要拉我手 我手一直會晃到正常 好 寶寶太大了 還要檢查 這幾天在上海 有非常多人私訊推薦我 不錯的餐廳 那有一間我個人就是 蠻心動的 它叫建國328本方會館 OK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轉了兩條 就是搭了兩條線的電車之後 現在要朝我們的 建國328本方會館 請進 超餓的 啊請問為什麼看起來這麼暗 為什麼沒開 為什麼沒開 想不到 哎呀 2點 現在是 2點29 OK 肚子餓到滾 該怎麼辦呢 營業時間 11點到9點 它寫實用信息 報告不實用 我哭 因為餐廳沒開 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始找別的方式覓食 啊這個大爺他突然就很開心 可以大肆的買餡餅跟蔥油餅 餐廳沒有開 怎麼辦 沒錯 麥當勞 剛剛就是吃麥當勞 解決這個時段都找不到餐廳的煩惱 哪裏當勞 萬歲 有可樂 有炸雞 有薯條 夫婦何求 國際美食 接下來呢 我要去我們這趟的重點 真的是重點 甚至可以說 它是讓我開始規劃這趟旅程最大的原因都不為故 那就是小白白淨廳的店 Goodbye 呀 就是Goodbye 所以 我現在要過去了 就是這麽的 衝動 Let's go 在拍黑黑的喔 很幼稀啊 你這樣不用位置 你今天要念一年級的 你要不是幼兒園 那天到晚都要位置做 你要念一年級囉 不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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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得到了耶 哥哥 誰說不用排隊的了 各位 我們到了 天哪 怎麼那麼有品味啊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很多人來的時候都一定會在外面拍的Goodbye 我不小心入鏡了 然後呢 這邊是那個香氛區 我剛剛帶了一個藍色一個白色 就是你知道有貨才能帶 然後蠟燭在這邊 味道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這是帶藍色跟紫色 剛好有護理 然後這個是T-shirt區 鞋子都沒貨 T-shirt還不錯 給大家看我買了這一件 很可愛吧 然後買了一個這個 給哥哥 XXS 他這邊做XXS 來買個襪子好了 我喜歡襪子 襪子好Q喔 Q爆了 襪子也Q捏 這邊應該是男裝區 這個是我們家的區域 對 我們不要先把板凳站滿了 所以是男裝區 然後有這個很可愛的桌子 這聽說是今天發行的鞋子 但是是限量款 所以 嗯 都沒了 然後我剛好問 目前有貨的 只剩35 可惡 小巧讓人 小巧讓人感到羨慕 好這邊 這邊是永依區域 就是基本上就是沒貨 他們家很特別 就是門市其實滿多東西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有到 網路好像都還買得到 永依算差耶齁 問我媽要幫我買 我想 他應該是不會答應的 Why呢 你們覺得Why呢 有沒有很可愛 這個就是重塑中的鞋區咯 就這一個 本來很想買的 沒了 聽說網路可以訂 但是 嗯 我沒地方能送 所以 也沒辦法 你看 這些椅子 真的 不得了 這邊比較多 這裡是比較多 是那種 男裝 我覺得這件褲子超可愛 就是她的風格 我就說 白淨 自己以為自己跟她很熟嗎 然後 剛剛就問范克威說 欸你不要穿這種短褲 她說 不行 就是 她不適合 我自己翻譯成她腿太短的意思 這個我實在說范克威 一直不停地要解釋 好了 我要去買東西了 OK 剛剛就是在 呃 Goodbye 裡面買了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 呃 這附近 上海這附近很多 就是 時髦人士的 安撫路 來 走一走 真的 這條路很多 時髦的人 欸 好 這邊是一個好可愛的小店 你看這個小店的椅子 全部都是走這種 露營路線的 好時髦 好時髦 誰 爸爸 他踩到了狗屎 好大坨 有人踩到狗屎 有沒有路啊 我正在路啊 有人 有人的鞋子 所以踩到狗屎 哇 後面還有咧 要往水封 爸爸叫我們說不要踩到狗屎 就是他自己是踩狗屎 他就自己踩到 才心痛到是你們 千萬不要犯這個錯 哈哈 哇 哎 各位各位你怎麼了 我快點沒時間 沒時間 沒時間什麼 你老爸都 怎麼了 踩到狗屎 哎呦 我們樂透 哎呦 你真的跟屎很有緣 你出來不是碰到鳥屎 然後踩到狗屎 哈哈 什麼地方那個 哎呦 走到一家選品店 來逛一逛 啊 又要買 你在 買包包 中型咳嗽 剛剛呢 問了一下 那店員們我們這邊附近有什麼好吃的 推薦了幾家餐廳 現在就去看看吧 建國三二八 我們可能無怨 拜拜 我們點了 他們應該算是招牌 這個叫什麼 青炒蟹粉 而且他們的蟹粉 一定要這樣子 用這種油條去沾來吃 然後旁邊放一盤醋 好 那個是鹹蛋蝦仁 一定每個人都吃了一個了 嗯 還有就是 來這邊一定要必點的 心太軟 心好軟 我一直覺得他的味道還很像 有飯給我一直說 他覺得很像 八寶粥裡面的 其中一個 料 很大塊不就是桂圓嗎 有桂圓的味道 是不是 但他其實裡面是很像是那種 麻糬的感覺 好實際上吃什麼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口感形容起來就是這個 哇 又來了一道了 還來了 紅燒肉 紅燒肉 昨天那個啊 沒錯 對 就是到哪都一定要點的 而且他們叫做紅燒肉 跟車梨子 就是這個櫻桃 你們知道車梨子是櫻桃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我猜應該是因為cherry I guess so 我猜的 我不知道 但他們的櫻桃就叫車梨子 來了 我嚇了一跳 因為你們看 你們看這個有多大 你們看這個有多大 我嚇到欸 我嚇到欸 我嚇到 我真的嚇到欸 怎麼會這樣子 不過呢 他就是比較淺一點點 稍稍虛張聲勢 但是我還是有被他的那個大小給嚇到 但我覺得他愛蒸蛋了 我應該是吃得完的吧 欸欸欸 我希望 哇哦 哇哦 呵呵呵呵呵 你看這個有多大小 吃了晚餐 七道菜 一道湯 差點沒有撐死我們 我發現上海的菜量很高欸 嚇死 好 總之呢 我們現在就是吃飽飯了 吃飽飯之後呢 現在要 呃 想說 這是在上海的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想要去外灘 然後看一下夜景 結果我媽他們就說 還是你們兩個去就好 我們有點累了 我們坐計程車回去 我就想說 嗯 好啊 呵呵呵 突然變成米老鼠 我心情都亢奮起來了呢 怎麼不早點說呢 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要直接從就是 我們剛剛吃飯這個地方叫什麼啊 叫什麼路 啊 隨便 反正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從 當吃飯的地方 直接搭地鐵 到達 外灘 其實不能到外灘 只能到浴員 然後再走路過去 但是 我跟你講 每小孩 沒有行李 就沒有那些 買了一大堆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是輕鬆了 我們等一下馬上就可以 去看一下上海的夜景 YAHOO 車來了嗎 怎麼沒有小孩跟行李 連車子都這麼的快 說這話是人話嗎 拿出來突然發現 不是吧 車長就在那邊開車 他就在那耶 怎麼會這樣 會不會 太沒有隱蔽性了 車長啊 車長啊 我都看到你啦 哇 好多人喔 怎麼從來這麼多人 對啊 人多到剛剛有人在指揮 車站裡面的人 好多人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好像什麼 活動 散場一樣 好神奇喔 是日一跨年散場 對啊 而且今天是禮拜四的晚上吧 還不是真正的週末耶 還有麥重球 還有這個燈 其實人潮真的都是要來看夜景的耶 確實是 確實是 而且 我們還沒有過去 已經看到那邊就是 滿滿都是人 哇 哇 這個 這是大阪新齋橋 那個紅綠燈 開始的那種程度吧 卡包輪喔 但是 確實燈打起來很漂亮耶 哈哈 對不起 我還是要講那句話 好多人啊 哈哈 哇 還是挺壯觀的啊 對啊 第四天的早上 我們現在要去 check out了 有一點 晚了五分鐘 這間飯店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地理位置 我覺得還算方便 以外呢 我覺得他這邊整體飯店的新度 跟舒適度 真的都讓我覺得非常的讚嘆 甚至會讓我很開心說 還好我這三天全部都是 訂這個飯店 我們這邊 走到外灘 大概是一公里半 就如果你是大人走的話 大概就是可以 呃 二十到 二十五分鐘就可以走到了 帶小孩可能比較久遠 但沿路都很熱鬧 有輸物店啊 飲料店什麼都很OK 然後呢 如果你是要走到新世界 大概也差不多 就是一公里多 我覺得都 非常非常的棒 很方便 然後 嗯 地鐵站這邊也有 所以像我們昨天要去搭地鐵 也是 呃 這邊是一號線啦 就 轉車什麼其實都很容易 什麼的 所以 呃 我如果有機會再來 我一定會再入住 我們現在來到了 斯南路 斯南路上的 斯南公館 這個是一個 書 書店嗎 阿媽 是書店嗎 對 書局 這個是我媽這一次來 就是唯一說 有特別想要看的景點 就我媽這次大概提出了 四五條路這樣子 因為上海好像滿多 就是 什麼街什麼路 然後 覺得不錯 大家就會來 沒有特別的目的 但就是在這邊 走一走 享受一下這種街道的風情 那這邊呢 是有一個 斯南公館 它是一個書店 那就是 身為 一個 賈文青 謝謝 賈文青 對對對 老師的 沒錯 他就特別指定了 這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就來這邊逛 一下車我就忍不住就跟我媽說 欸媽 都跟年紀差不多的人耶 你看 有沒有 果然啊 他們都喜歡書箱氣息 我來看看我能不能沾染一些 這樣子 貴氣的氛圍 OK 來幫阿媽拍照 OK 斯南書局 其實很好找 你們就在地圖上面打 斯南書局 就可以 找到了 很可愛的小狗們 其實跟我們的成品的感覺 挺像的 還有是一樣旁邊 可以 喝個小咖啡 狠氣很強 買一點文創小物 皮卡丘耶 這書 我有啊 還有這種 兩人讀書 樹 很大的空間耶 這空間不只兩個人吧 這都可以塞 八個人嗎 這一個 太 太有質感 它這個是天然石的手機支架耶 真正的石頭 摸起來就是那種 冰冰涼涼的 然後 紋路都非常的好看 我剛本來最想要這個 可是 後來想要想 可能 有一些人會有那種密集恐懼症 看會害怕 然後我後來選另外一個 沒錯 買了 我覺得還好不貴 對啊 40塊 39塊 我覺得很棒 我就買了 會不會貼我不知道 因為有點重 可是我覺得好好看 好有質感 就買了 在國外買東西 寧可買了後悔 不要不買後悔 沒錯 現在呢 要再去私南書局的另外一個叫做 詩歌店 就是大家講的私南書局 全上海最漂亮的書店 都會提到這一個 剛剛買了一段書叫做 真正北歐生活裡面 有講設計美術藝術旅行 我是為了有點想看家具而買這本書 而且反正剛好又有翻衣 很便宜耶 一本才六十幾塊人民幣 沒腿不買 其實這種真的是 兩邊都是 樹圍圍起來變成一個很像 隧道這種街景 真的讓人感到很舒服 而且我後來發現其實他們這邊的 那個街道都挺乾淨的 就是我剛好這幾天來的街道 我自己都自然覺得挺乾淨的 繼續走 繼續走 最後一天就是用這種鎖碎的時間 這是什麼 蛤 補音龍 那為什麼我蒼蠅會進去 我不懂 不愧是最漂亮的書店 真的一進來就會覺得 整個 就是很漂亮 可惡 有夠詞窮 閱讀空間耶 他們這種應該是要有消費 就是 它好像是 你有買咖啡 什麼之類的就可以在裡面看書 但是我覺得這很easy 就是你有想要在裡面看書的人 點咖啡 是很合理的 我們每次來我們小孩都是在這一區 好像很隔離齁 小王子喔 小王子的哥耶 輕輕的 現在3點20分 我們現在回到飯店啊行李 然後準備要坐車去機場 我們的飛機是7點50分 7點多 忘記了 沒錯 就是 這個時間 那我們現在一定要去機場 因為我們有請教各位啊 好的 來跟這個漂亮的飯店說拜拜 你看 那邊就有東方明珠 你們看得到嗎 好 看得到 遠東飯店 再讚每一次 我覺得這個飯店非常棒 而且我自己覺得啦 這個飯店好像還蠻多 蠻多人都覺得挺美的 就是我很常出來的時候 會看到有人在門口拍照啊或什麼的 我覺得他們就是雖然是精品酒店 但他們的服務真的不亞於那種 傳統大飯店 所以我個人覺得很棒 所以我個人覺得很棒 好 而且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會再回來住 的那一種 OK 進來行李啦 好的拿到登基鎮 然後過了海關通安檢了 現在要去吃個飯 發現上海機場的餐廳非常少 可是沒辦法 因為如果我們再晚一點出門 好像就會碰到下班吃不吵 所以還是保險一點好了 現在要準備去覓食 啊 有點餓 有點餓 今天早上全部都在吃 昨天點太多的那個剩菜剩飯 但是因為畢竟 我覺得上海菜算是蠻對味的 所以其實吃起來還是幸福的 嗯 只是現在真的是蠻餓的 請問到底哪裡有餐廳 好餓喔 好餓喔 剛剛呢 沒有餐廳 沒有餐廳 就是一個很像那種 簡餐的那種咖啡廳 可以吃一下 後來我們就是在旁邊的小店裡面 買了一個泡麵吃 我說啊 來吃一下他們的泡麵 結果嗯 湯師傅 好像也沒有吃到他們那種 就是很精華很多那種辣的那種 啊 沒關係 反正停個肚子而已 等一下就要回家了 OK 我們要準備上飛機囉 好喔 謝謝 耶 回去了 沒錯 為什麼好開心 因為 因為回家就可以跟 你好 你一起玩了 還有可以玩到新玩具 什麼新玩具 什麼新玩具 呃 全部人家經驗到養食 喔 妳想要回家 可是姐姐妳不是都在飯店玩很久了嗎 對啊 可是我想要玩啊 好 想要回家繼續玩是不是 好好好 四天的上海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然後這一次其實沒有特別多的行程 當然就是 因為畢竟飯給我第一次來嘛 所以我們就是有走一下 就是外灘這樣子的景點 然後去看一下這些 呃 比較 一個叫做著名的觀光地 那剩下我們其實就是幾乎都是在一些市區 然後感受一下市區的份 我覺得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感覺的 很悠閒 很不錯 這次去上海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棒 感覺非常的棒 我應該 嗯 可能的話我應該還會再來 比市民可能先緩緩 好熱 呵呵呵 期待下一個旅程 再見 拜拜 別忘了 記得幫這個影片按下一個喜歡 再按下一個訂閱 下次我們才會出遊 你先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最後一個點個讚 然後最後一個點讚 我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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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順便追蹤你 順便追蹤IG 這樣才會知道 呃 現在按下一個喜歡 好 你們兩個可以 可以專心的主持 不要一直知道 我們可以訂閱勇敢筆電 蛤 不是勇敢筆電 還在講別的頻道 ok fine 就這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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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